高中三年级,每个学生都在密切读书 高音工商广舍课的黄婉宁也不例外 但是这个学期发生了一件大事 让忙碌的高三生活除了念书之外,还多了点惊喜 婉宁参加了由全国摄影学会青年网所举办的 发现台湾新角度摄影创作大赛 她的作品《奔》,是用虚与实的结合 象征她自己努力奔向她的目标 拿下高中组全国金牌奖 跟家人过年出去玩,然后就去台东那个地方 好像就是有一个塔,叫宝伤塔 然后就刚好想说,因为那时候早上就不是会有影子 刚好写下来,然后就刚好想拍,然后就叫家人去 然后就玩嘛,就去假装跑步的样子,然后就拍下来 许多高中生对自己的未来懵懵懂懂 但是婉宁不一样,从小就对画画和美术有兴趣 家人也非常支持 数位相机普及后,婉宁开始爱上摄影 爸爸也买了一台单眼给她,鼓励她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我喜欢拍风景,就是一些大自然的 最近有去拍哪里吗? 最近就那只松鼠,就是最近有去中央公园 然后就看到松鼠很可爱就拍 学校有教,然后我自己也会上网看 我会买书来看,然后网路上都会有很多东西可以找 你喜欢买个摄影师吗? 你喜欢哪一种风格? 我喜欢看,拍那种,就是风景 我喜欢看风景照,就很漂亮 自己看了自己也想要去试试看 倾斜而下的瀑布,绝处逢盛的枯木 大树去的旧铁桥,还有生活中的小点滴 都是婉宁拍摄的题材 这是我在三连级的四连画 就是现在,然后这是做动物的练习 这张也是,这是大嘴鸟 然后就是,因为它色彩先 就很适合在童侧的时候会应用到的题材 然后就画它 然后这个是青蛙也是 很常可以应用在童侧的考题上 就去练习 然后上面有,就是可以把它做成文案 就是从车回考一些文案的东西 然后就是写那个夹字什么的 就是我先用素描铅笔 先大概画一下轮廓 然后轮廓,然后再用软橡皮 把那个轮廓线弄很淡很淡 就是远看似一张白纸那一种 就是自己看得看得到 这样才不会有那个线 因为麦克笔上上去就不能修了 然后就先用浅色调 就是很浅很浅的那个颜色 先打底 因为它这个底部都是要先打底 所以才会有那个漸层的颜色出来 然后我就是画完之后 刷漸层画完之后 我再用那个 就用色铅笔去描绘那个细节 就是一些麦克笔能方法做到的细节 就是用色铅笔去做 就会变得比较静子 婉宁是一个非常认真有礼貌的好学生 如果课堂上我们举出了一些相关的作品 例如一些知名摄影师的作品 或者是课堂上的理论 他有不懂的地方 他一定就是会特地私底下来请教我 那如果他对哪个摄影作品非常有兴趣 他还会深入地去研究它 非常的棒 设计群科的都会教摄影 可是现在很多学校觉得 这不是一门很重要的课程 他们可能就移去上电脑课等等之类的 所以摄影课在很多学校 设计科系都被省略掉了 那高音工商目前除了单眼数位相机 及镜头非常齐全之外 我们还有摄影棚摄影教室 所以在外拍还有棚内的拍摄方面 我们的理论跟实作的教学都是非常完备的 我的志愿是台一大的四十船系 就是我有信心我会考上 希望晚宁可以如他所期望的 一路奔跑到达他的目标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